HELLO 大家好,我是豪豪 今天是9月9號星期日,農曆的7月30號 鬼門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四個精短的小故事 事情是發生在王母娘娘有一次上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她是一個人住獨立套房 那獨立套房那間房間的床是木板的床 那她有一個人住嘛,所以就是很怕就是沒有燈 暗暗的,所以她開了一個小夜燈 那那天在睡覺的時候,她睡到一半 她就突然醒來,醒來之後她就睡不著了 然後她翻來覆去了,就是不管怎樣都睡不著 然後她就微微的感覺到她的床 有人坐下的那種木板的聲音 然後她就很緊張,她就想說 誰誰誰 裡面只有我一個人,為什麼會有人坐下的聲音 然後她就趕快拿棉被這樣蓋住她整個臉 就是這樣蓋住她整個臉 然後她那時候是側躺 她可能覺得就是側躺不舒服 她就改成正躺 但她正躺的時候,她的手就是露出到棉被外面 然後她就感覺到 有人 輕輕用牙齒咬了她的手指一下 然後她就嚇到了 她嚇到之後 然後她就趕緊把手縮回她的棉被裡面 然後滑著她的手指 然後一直滑到早上 她才偷偷的探出一腳 然後發現沒有東西 她才趕快下場衣服穿一穿 八歲就好 第二個故事是 也是王母娘娘那時候 在出社會的時候 那她那時候回家 那她的房間是一個 算小房間吧 然後她通常都睡在比較偏角落 那她的房門旁邊有一面鏡子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就是普通梳妝台的那種鏡子 那她那時候在睡覺的時候 那就是 也是不好睡 也是翻來翻去 後來她 就是一個轉神 一個move 就看到她的門口 旁邊的鏡子 就有一個女神 就到掛在那裡 然後等到她 看到 嚇到了 然後一個眨眼睛之後 不見了 那第三個故事是我本身遇到的 那時候 我跟我的朋友 幾個男生出去玩 那時候我們就是出去玩 一定要過夜的嘛 我們就選了一間 稍微平價一點的旅館 我們就進去住 那一進去我就有點 不太舒服 感覺好像就是 有點壓力 我就覺得怪怪的 但是想說住一晚而已 好啦沒關係 忍耐一下 然後 那時候我就玩一玩 玩牌啊 然後玩睡覺啊 看看電視啊 打打電動啊 玩玩手機 就準備要睡覺了 然後要睡覺的時候 我們是 三個人就擠一個雙人寵 然後我睡在最角落 最邊邊 然後當我們就是準備睡覺的時候 我就一直聽到 有那種 齊齊楚楚的聲音 就在我耳朵旁邊 我就跟我朋友說 欸我怎麼覺得 怪怪的啊 我是不是 應該要出去走一走 他就說怎麼了 我又說 嗯 不好講 我出去再跟你說 然後我們就出去 我又說 剛剛就是 我在 睡覺 準備睡覺的時候 就是有聽到一些 齊齊楚楚的聲音 我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跑去麥當勞 然後吃完東西之後 他們就說 可是明天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出發啊 所以我們還是得出去 就是 早點回去休息啊 那當時我有點排斥再回去 我就跟他說 不管你們兩個回去就好了 我要睡在麥當勞 結果 我覺得麥當勞不好睡 我還是回去 那當天回去的時候 我就忍受了那個齊齊楚楚的聲音 但是我還是睡著了 到早上 那今天第四個故事也是我發生的 那那時候是我已經工作了 在我們公司的宿舍 的房間 那時候是晚上 假日 我假日晚上通常都習慣晚睡 我那時候很瘋一個 線上遊戲家喔 黑色沙漠 其實有人跟黑色沙漠的應該都知道 那個 蠻複雜 然後我就玩著玩著我的電腦 那時候 那時候 阿琪去買宵夜 然後阿爺回家 那時候 我們三個人裡面 房間送我一個 我希望玩電腦 那因為 我 就是 頭髮長 就是會很差 然後我就在旁邊放一個小鏡子 然後我就玩著玩著 我就想 欸 我的頭髮就是有點乾乾油油的 我就 撥一下頭髮 然後拿一下鏡子 我就看到那個鏡子的倒影 是在我的床的後面的衣� 我就看到一個小孩 就這樣子 都在這邊 然後我嚇到 我轉頭 沒有東西 然後我就趕快 跑去交易 打電話給阿爺 跟他聊聊天 然後等阿爺買東西回來之後 我們才一起回房間 事後把這件事情跟他們講 然後阿爺就跟我說 他 那一個禮拜其實還是有發生一些事情 那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下回待續